据环球时报 美国政府10月7日将31家中国公司 研究机构和其他团体列入所谓未经核实的名单 限制他们获得某些受监管的美国半导体技术的能力 纽约时报援引熟悉相关计划的人士的话称 美国政府还将宣布关于向中国出售先进计算芯片 芯片制造设备和其他产品的新限制 以此削弱北京获得从超算到武器所需关键技术的能力 预计一些中国公司将面临类似于 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为所采取的限制措施 彭博社称新的限制措施旨在阻止北京发展 自己的芯片产业和提升军事能力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铭称 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的系统性打压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做大做强 此前路透社6日曾独家报道称 美国商务部计划本周发布对中国技术出口的新限制 孔禁止美国供应商向生产先进 TRAM和NAND芯片的中国制造商提供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美国政府或将对韩国在华内存芯片制造商 三星和SK海力士网开一面 因为向在中国生产先进存储芯片的外国企业 提供生产设备有可能通过美国商务部的审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看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